水稻金组研究20周年纪念照看 再次为水稻金组点赞 前几天就是2022年的4月4日 今年第四期的Molecular Plant分子植物 以20篇文章来纪念水稻金组完成20周年 二篇文章 包括五篇的观点 五篇的一些亮点 有一篇这种回顾性的中速 还有两篇资源性的文章和七篇研究性的文章 不仅就如何调节植物收藏代谢的水平 来提高作物的生产力和可持续性 通过基因工程来提高水稻的光合作用和产量 提高水稻的抗病性 调节水稻的糖稳态 包括推进野生的研究 还有粮食安全等进行的探讨 还对一些新环境的预测模型 水稻的发育 飞送斜阔反应等进行产出 总结了20年来 整个水稻从它的基因组完成 从测序的结构基因组到功能基因组 再到定量基因组研究方面 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就 也把当前的一系列研究进展 进行了细致的评速 还给出一些展望 也就是说下一步的水稻基因组 该向哪个地方去走 包括今天的新编辑技术 如何去更好地改良水稻的核心形状 之所以这次著名的分子之物期刊 会废弃心思大张旗鼓地对水稻金组 寄行这样的一个大范围 大规模全景式的专题报道 还是源于20年前那一篇水稻金组研究的文章的横空初始 我们知道在2000年的4月5号 科学也就是Sense 发表了由中国科学家牵头的第一个重要作物的基因组研究 不仅为水稻的后续研究 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说明书 或者说是康熙字典 也为其他的核本科乃至其他的作物指引的方向 影响非常地实验 这个中国的团队就是尹哥所在的 华纳和中科院遗传所团队所主导的 一举打败了 比中国齐不早 经费几乎是5到10倍的这样的一个日本团队 意义不言而入 哲家大学能学院的樊龙焦教授所讨论的随道性的研究 对中国具有非凡的意义 从此中国开始领跑金组研究 尹哥小的时候就学习到咱们中国的特殊国情了 我们得用7%的工地来养活全界五分之一的人 长期以来 我们看到了历届的党政府都把粮食安全 最近提出种子安全放到了首位 是主观必须要去观想见 中国这几个研究由来已久 但正是因为搭上了90年代以来的金组计划的这个东风 随道研究才算有了一个制度飞跃 如果追溯起历史 我们终止随道七八千年 到二十九十年代末 中国就已经参加了国际随道金组计划 当时主要承担的是随道的第四号 人色体的测试工作 之后 中国主导的 中国超级杂的随道基础计划开始启动 这是由华大和袁乐平先生一起合作的 2001年 中国的研究组后来居上 成功完成了 先到我们说南方这种大米的工作 框架图的绘制 当华大宣布完成框架图的绘制并免费公布数据库之后 4月份 SANS以封面文章的形式来报道这项工作 当时用的封面的配图是云南 圆阳梯田 而2005年 华大又把完成了随道精细图以封面文章的方式发表在了当时的Plus 聊了这个杂志上 从而完成了对日本团队的逆袭 在科业人的眼中 随道不仅是一个重要的作物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单子业模式职务 随道的基础比较小 大约就是4亿个检测队 在作物当中是第一个完成的色情 而且它是比较容易进行转化的 一大批中国的科学家都进入到这个领域 在此之后 中国和国际同行 比如说菲律宾的国际随道所一起再次也再厉 有了更多的问题 在这方面十分值得一提的是 2001年的时候 也就是11年前 由华大和中国农科院 刚才讲到的菲律宾国际随道所 共同启动了全球3000份 随道核心组织资源的重测训计划 并在2018年的4月26号 又一次的把研究成果 发表在了国际的顶级期刊 不是科学 这次是Nature自然杂志上 特别值得说的是 这次研究不仅仅研究了先道 也研究了梗道 先梗亚者的这个命名方式 当时因为要插两个汉字 Nature开始不同意 后来华大经的周曲 终于以图片的方式 在Nature正文当中 把仙和梗这两个名字插了进去 同时也把这两个名字 正式改为了仙道和梗道 同时因为对3000株随道国际上 随道的学名 首次从日本行道和印度行道 原来叫Japanica和Indica 而改变成了我们中国的梗道和仙道 大家不用给你一个讲 虽然七八字典早几年的版本也叫京道 但是你只要问中国 纵水稻的 它都会告诉你 要不念耕道 要不念梗道 这个字今天就念梗 那通过这一次的证明 不仅抛弃了水稻核心总织的基因组织上的多样性 对水稻的起源基因分类 进化规律 有了一个更深入的认识 这结果还表明 中国夺回了对水稻命令的部分坏权 也恢复了真实的历史 所以完全可以说 在水稻基因组研究上 中国的确是走在了前列 在此 华大水稻 先到金组幻想图论文发表20周年之际 尹哥在这里去引述最新发表的分子职务 水稻基因研究20周年的纪念专看 希望大家能更多的关注农业 关于水稻 这里也给大家预告一个好消息 明天也就是4月9日 我们将在深圳大工农业基地 召开水稻基因组20周年纪念活动 我们当时参加水稻基因组的一系列的主要研究者 第一作者 包括最近合作的云南大厂胡云一教的团队 我们会一起去插秧多年生水稻 也欢迎大家关心后续的进展 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大粮食官 让我们的藏粮余地 藏粮余季 能够插上更好的科技的翅膀